大家好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開箱的東西呢 就是很多人最近在問的C3 例子C3 其實大家最關心的就是C2到C3就是下一代了嘛 那中間的價差呢是價差300塊 那這300塊到底有沒有什麼改善呢 那目前C2跟C3也是並行的嘛 那到底我要買C2還是買C3呢 OK好 那學長得一口氣把這些問題快速跟大家講 那首先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是一個很重視300塊的話呢 你趕快買C2 因為C2不久之後我會跟大家講 它遲早是要停產的 因為以一家公司的經營來說 不可能把舊商品停留太久 所以C2一定會在不久將來要停產的 所以未來一定都是以C3為主的這個市場 各種討論未來也會以C3為主 所以如果以前瞻性來說呢 C3還是值得購買 或是說你不得不買 因為未來就是配件也好 你的討論也好 研究也好都以C3為核心 那C2就會慢慢的改善換代 那如果你不在乎這些事情 或是想要一把 我可以用起來舒舒服服 CP值很高 我也不用考慮說未來這些改善換代 這些討論問題的話 你趕快買C2 因為買一把少一把 OK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在討論一下說 C2跟C3的最大差別 我可以跟大家簡單的講 有兩大差別 第一個差別是關於它體驗部分 C3的研磨速度 比C2慢一點 大概是慢10秒 我是以20克為標準 我C2的研磨速度 會跟大家講 幾乎是世界第一第二塊 大概比Keyno慢一點點 大概是30秒左右 非常非常的快 那在C3的部分呢 稍微慢一點 大概40秒到45秒之間 其實研磨速度已經算不錯了 但是呢 比較起來還是C2比較快一點點 C3再慢一點點 那這個其實在使用體驗上 感覺沒有差很多啦 因為你就差10秒而已 但是在省力程度上面 C3稍微省一點點 一點點啦 尤其是在更硬的鬥折的時候 才特別會感覺到 C3會省力一點點 但是其實這兩個的使用體驗上 實話說 沒有一起比較 你也沒有感覺到非常大的差別 都是屬於高標準的 尤其是以它的教育代表 真的是漂亮 然後接下來第二部分呢 是大家最關鍵 就是它風味上面的改善 這也是這兩支 手搖磨豆機比較大的差別 因為它們其實外觀上面啊 或是中間的中軸機構 或是說它的雙軸層 基本上都差不多 設計上面有太大的改變 那風味上面呢 我可以先跟大家講 C3它的中粉 就是我們所謂的 粗粉、中粉跟細粉 中粉的比例是比C2明顯變多的 所以這在我們傳統上面 對於磨豆機的要求來說 它是往好的方向前進 所以你喝起來的風味會比較集中 比較集中意思就是說 你的特殊風味可能會比較清晰一點 或是酸甜那個線條 你會喝起來比較清晰一點 那C2呢 喝起來相比較之下 就會比較分散 就是比較沒有重心啦 但是呢我也跟大家講 它們兩個共同問題 就是我之前開C2的時候的影片 跟大家講過 C2的尾韻的部分呢 比較容易有 苦澀味的部分 細粉比例也算是滿高的 那在C3的部分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在尾韻的部分 兩個是沒有改善 如果你是很在乎尾韻 然後很怕塞水 很怕會苦澀感的人 其實C2跟C3的結論是差不多的 那你可能要尋找的是更好的 譬如說要3000塊以上 5000塊以上 譬如說minos這種 更高階一點點 它的風味尾韻更乾淨一點點 然後C2跟C3 其實在風味尾韻的部分 是沒有太大的差別的 而主要是在中段風味 是比較清晰一點 OK 這就是結論了 所以如果各位 只想要購買來說的話 直接建議各位 未來C3一定會 整個覆蓋掉C2的市場 所以呢你也只能買C3 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接下來呢 我們回到 它們差異點 剛剛說這些原因 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刀盤 好 這個是C2 我用Max 因為畫面裡面 看起來比較有大差別 但是其實外觀上面 其實是一樣的 好這個是 C2的刀盤 然後呢 這個是 C3刀盤 其他的零件呢 刻度盤啊 這些東西 基本上長相都非常的像 我測試過後 有一點點公差 好 C2跟C3的刀盤 最大的差別在是說 C2的是五星的傳統刀 那C3就是 目前泰姆最近在研發的這種 旁邊有一個橫向刀紋的 複合刀 說複合刀的原因是因為 一般來說這種我們都稱之為 直向刀 這個是橫向刀跟直向刀 要混合刀 所以它在 它在整個研磨的進程上面 是有點差別的 那 其實這個 這個類型的刀盤呢 最近泰姆很樂中 很愛的一個新的 新研發刀盤 包括之前 泰姆有出的高階款 粒子X 還有之前陣子一起出的 粒子X Lite 都是用這樣子的刀盤 這個複合刀 所以可以看到未來 泰姆一定就是 把東西放到這種刀 那這種刀的特徵是什麼呢 就是它吃豆的狀況不太一樣 一般來說 我們豆子放下去的時候 直接進入這個直向刀的情況之下 它直接就是把我的豆子直接捏碎 那這個新刀盤呢 他們是號稱先用這個橫向刀 先把豆子大範圍的先刺破 他們叫做這個名詞叫刺破 就是也是一種捏碎啦 只是說它的刀紋的方向不一樣 所以就可以讓有點類似像二次研磨的概念 先把豆子從大顆粒變成中顆粒 再利用下面的小刀來進行小顆粒的切割方式 但是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就是這種刀紋比較不會咬豆子 咬豆子的效率沒那麼好 但是這種刀紋咬豆子的效率就很好 就傳統的 一口氣咬很多豆子速率當然就很快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這兩個刀呢 C2的刀的研磨效率更高一點的原因 那這種刀它一口氣沒辦法咬太多豆子 所以它的也會比較省力 因為你每一圈磨到的豆子是相對來說比較少的 但是它的效率就會慢一點點 所以這個誰好誰壞見仁見智 我是覺得其實這兩個體驗上面都算是優質啦 我也沒有覺得哪個不好 就是省力長一點點 然後這個是費力 但是時間很快也沒多費力 都算是非常輕鬆的 這兩個刀都是女生或是沒有力氣的人 也很方便可以摸出來 所以問題都不大 我們只是比較一下差異 那在風味上面 因為這種算是複合性的刀盤 所以它在切割的過程之中 它的偏差粗粉跟細粉 就會相對來說比較少一點點 那這種可以簡單說是暴力一點點 所以它在整個風味的取向上面 中粉會蠻多的 所以中粉多相對來說我們那個曲線 就是粒徑分析的曲線 中間的山就比較高 這也是我們傳統上面認為說 比較好的磨豆機應該往朝向的方向 就是一個山形的 那這個相對來說就會比較分散一點 它的粗粉跟細粉比例都蠻高的 所以相較的是中粉的比例就比較低 OK 那這個就是這兩個刀盤最大的差別 那其實也不是什麼秘密 但是我們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 這兩個磨豆機會帶給我們風味上的變化就是 這個稍微再分散一點 所以我們在沖煮的過程之中 你的技巧如果好一點的話 它的表現會更好 那這個刀盤呢 對於技巧比較差的人來說 就是因為它的中粉比較多 所以比較容易沖出集中的味道 就算你的給水稍微沒有那麼穩定的話 它的表現也不會太差 對於新手來說當然 其實投資多這300塊做一個 比較集中力競的投資來說 我覺得還是CP值蠻高的啦 然後當然其實學長從兩年前就跟大家講說 C2一直都是目前市場上 CP值最高的入門磨豆機 那很快的C3就要成結著這樣的稱號 繼續當市場上CP值最高的手要磨豆機 目前我是沒有看到有其他 可能差不多可以比較的對手啦 那目前如果各位要買手要磨豆機的話 尤其是入門款 例子C系列呢仍然是一個蠻好入手 然後各方面啦 其實都還算是口碑啊 或是使用體驗上都還不錯的 外觀 清潔 然後耐用度 然後包括它的網路上使用的人也蠻多的 所以可以交流起來 都是不錯的 所以以上就是關於C2跟C3 他們的差異升級的差別 300塊 有沒有物超所值 那未來各位值不值得買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分析囉 OK 那我們今天開箱就到這邊為止囉 謝謝大家 掰掰